安囉哈 大家好 我是喵咪大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晚上七點一樣會有 我們色色貓戰的對戰公主喔 因為我們上次拍完之後好像 欸 沒被Youtuber做什麼事情 所以七點一樣會繼續出一下 我們那個對戰公主 然後今天晚上九點是我們的 貓咪大戰爭的IT版本 我們一樣要前往我們的未來篇看一下 接下來會有哪一些發展 那今天本帳要幹什麼東西呢 昨天在生我們XP的貓貓的時候 發現了幾隻好不好 我們之前都從來沒有看過的貓咪 突然出現在我們帳號裡面 什麼時候拿到的我也不知道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就來用那些貓貓 來打一些關卡來玩玩看一下 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好了 真的是完全忘 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拿到的欸 有我們就是那個 雙人組裡面的那個就是搖桿貓貓 然後還有我們就是那個幻影貓貓 那個好像蠻帥的齁 那個好像蠻帥的我們看一下 欸怎麼好像 怎麼好像又都不見了是怎樣 這個聖誕禮物貓 還有這個貓咪笨呆兄弟 好不好 這兩隻 然後我記得還有一隻超帥的那個什麼幻影貓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究竟他們三隻使用起來的感覺會是如何 幻影貓在哪裡啊 幻影貓不會一隻 雞稀有角色吧 不會吧太神了吧 幻影貓是雞稀有角色嗎 不可能的吧 還是其實是稀有啊 只是我把那個 應該是稀有喔 應該是稀有角色 不可能 不可能幻影貓貓這麼強的吧 來我看那個幻影貓真的覺得很帥 所以我很想要看一下 究竟他是何方神聖喔 欸怎麼好像沒有啊 幻影貓 喔這邊這邊這邊 煙影貓 好沒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這三隻究竟 表現如何 好不好 來打一下我們的 巨大生物強襲 哈哈哈哈 來看一下齁 他們好像都是在 稀有貓貓這裡面 我們就看一下 究竟他們會發生什麼事情 把 這一套吧 這套改掉 這套當初來打那個 打我們那個 小圓關卡的 來聖誕禮物 然後再加上我們那隻 煙影貓 欸煙影 他原本是 幻影貓 超帥欸 這真的很帥欸 我本來想要看一下 他最近究竟會長什麼樣子 來了 警戒LV2 看一下齁 看一下 來來來來來 好這是我們的 欸等一下他好像有點強喔 欸 打不死捏 禮物咧 喔禮物 哈哈 禮物是那個欸 蘋果貓那種概念 那幻影貓 哇 幻影貓直接 幻影貓超帥欸 他直接變成那個 煙霧區前面有人 哇超帥 幻影貓 騎騎騎 這三隻感覺就幻影貓最帥了 然後 禮物貓最有用途了 然後那個雙人組超87這樣 哈哈 來來來來來 完蛋 警戒這邊打不進去啊 哈哈哈 我想要派一下坦克喔 派一下坦克 派一下坦克應該就ok了 來來來來 上去 然後 這個 彈牆貓 看一下哈 這邊把他們擋起來的話 有那個 應該就ok了 來來來 把他們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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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禮物貓有 剛剛就是因為沒坦克 欸這禮物貓跑得好快捏 跑得很快捏 夭壽 走路超快 我們現在是沒開加速的狀態啊 他走路速超快 比蘋果貓那些段還要快 這隻會不會是 意外的超超級佼佼佼 他還蠻猛的 來 我們就是 除了這三隻以外都不出 欸 當然好像感覺會打不贏欸 他們好像有點猛欸 加油加油 點起來點起來 點起來 點起來 歡迎歡迎 歡迎歡迎 禮物貓我覺得 目前來說應該是我們攻擊的核心吧 我要開貓特級撞一下他們 他們好像有點囂張 龜殼 擋一下 主要來說這關還有那個不死敵人呢 我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看來還是 還是偏困難喔 這星星是在 是在 是在 耍什麼威能的 一直弄 夭壽 出發出發 哇 這不死心超猛的欸 一直活著欸 我覺得要打贏半海盜上應該是 偏困難喔 這三隻的話 但禮物貓跑得好快喔 好猛喔 怎麼想要送禮物是不是 完了 我覺得要輸了 我覺得要輸啦各位你們怎麼看 重點是這個 重點是這個 這半海報章關卡還是強化過的 完蛋完蛋 但是這三隻我真的覺得 幻影貓超帥欸 這完全沒看過 這樣的角色欸 這樣的貓角色我是完全沒看過 有點帥氣喔 帥哥帥哥的那種概念 但其他兩隻的話 這三隻說真的 那個 能夠 打的那種威力是沒有啦 所以 然後直接被車爛了 但我覺得這幾隻的話是蠻帥的喔 不過 幻影貓他們的那個能力好像 像幻影貓他原本是打天使敵人的啦 所以可能還是要 找一下天使關卡來給他打一下 應該會 會比較OK 笑死 99% 不行欸 斑海報章的關卡好像有點偏太難了喔 我看一下喔 這隻的話 給天使敵人超大的傷害好不好 然後 這隻是天使敵人動作瞬間停止 都是打天使敵人的欸 這是對照沒有屬定的敵人很耐打 哇 有兩個是打天使敵人的欸 我們來去看一下天使敵人的關卡好了 好不好 我們不要讓他 那麼難受 有什麼東西是有天使敵人的嗎 天使敵人 我找一下這邊好了 哪邊 這好像惡魔族有點多齁 對這邊都是 都是那個 天使敵人的關卡 找下面的傳奇好了 黏呼呼 有嗎 有沒有天使敵人爆多的那種 沒有欸 很難找欸 怎麼突然這樣 怎麼突然變這麼難找 這個咧 都是一般性敵人的 應該是大概拉高一點 這邊吧 絲綢之路看看啊 欸 天國 天國這關好像有 我們來看一下這關 看一下他們打起來的感覺是如何好不好 至少我們那個禮物的跟那個 幻影的都是可以打天使敵人的 他寫的啦我不知道好不好 搞不好可能也打不贏 也是有可能 看一下看一下 來來來來 出發出發 啊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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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禮物貓 禮物貓跟幻影貓是專打那個天使敵人的啊 就一直幻影貓 但是幻影貓真的是 西伯到我都不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登場你知道 哈哈 加油加油加油 幻影貓 超大的傷害 打一下吧 哎 幻影貓其實他的那個 攻擊範圍 超遠的 我真的覺得他 蠻蠻蠻蠻帥的 但他好像掛了 然後結果那個 兩人一起的這個 反而都沒在出 因為他是對沒有屬性的敵人 會很耐打這樣子 來來來來 幻影貓加油啊 幻影貓加油 哦 不行欸 感覺還是沒有辦法 感覺就是 也是比較偏 就是 倉管娛樂型的那種角色吧 我不知道 大家如果用過覺得讚的話 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拿他打什麼東西覺得讚 好不好 我覺得他們 應該還有更好的選擇 因為他的極度 他的超大傷害 也不是真的就是咬一下那個 天使敵人就沒了 如果是咬一下天使敵人就沒的話 那應該還蠻厲害的 但是我覺得幻影貓這邊的話真的 遠攻距離貓貓的話應該還是不錯啦 不過他還是會被 會被這個翻車魚弄死 好不好 就也沒說這麼好 而且他這邊星星的話 天使星星也是要咬到 三到四下還是五下才會死欸 所以也不是說這麼頂好 但是這幾隻 好不好 我覺得最帥的就是幻影貓貓了 那這三隻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拿到的欸 我也不知道 大家如果知道是什麼時候拿到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跟哲平分享一下 那你們覺得這三隻哪一隻你們覺得就是 長得最帥氣或最可愛呢 也可以在下面跟哲平分享一下 我覺得今天的話應該就是 應該是打不贏了啦 應該是打不贏了 因為他們走進去就會直接被那個 翻車魚給弄死喔 就真的是比較偏倉管類型的角色喔 還行還行 但 我覺得貓貓設計程度來說的話 就真的 很讓人家驚奇阿 還算不錯好不好 還算是不錯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跟他介紹的 就是我們這三隻 昨天參差畢的時候 就是意外的發現 原來我們多了這三隻貓貓的貓貓們 好不好 那大家覺得他們怎麼樣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他的看法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平台見囉 大家 掰掰啦 還有這邊 如果走得到這邊 那間大小的小店 我看到你不會這樣 怎麼沒人 所以走應該